大人哥持續關注的IC設計 今天由新唐接放演出 那麼網通的神準 中壘拉回首穩 今天再往上攻了 IP系制裁果然如大人哥所分享的一樣 拉回了下一步的買點在哪裡呢 趕快請教大人哥 好 那就請看今天盤子解盤 大家好 歡迎準時收看11月22號星期二的 忍者無敵古魔力 我是主持人德宇 趕緊歡迎我們台北股市的西螺 台北股市的梅西 我們面面俱到的大人哥 摩爾頭顧的陳坤仁分析師 大人哥 你好 德宇好 大家好 因為我喜歡的梅西 今天晚上阿根廷隊要對上 這個沙烏地阿拉伯囉 晚上的六點鐘 好 那為什麼說大人哥 是我們台北股市的梅西跟西螺呢 因為大人哥的預測真的很準 現在的行情你有沒有發現 就如同大人哥所說的一樣 指數開始震盪了 但是這個個股呢 百花齊放 今天早點名 點到誰 點到新唐 IC設計今天就由他接棒演出囉 老朋友神準呢 也是拉回首穩 今天開始往上攻了 今天的大盤呢 感覺有點弱弱的 但是過了11點之後 緩步上攻 似乎台積電單缸主攻的要腳喔 這個盤到底應該怎麼掌握呢 趕快請教大人哥 好 德宇好 大家好 我們昨天就是在早上腳底名的時候 跟大家分享四足賽開梯 然後就跟我們有一些蠻多的投資朋友做互動 還特別幫我們報那個愛爾達 你自己去留意一下他的股價 新規的股票 對 新規股票我們因為量太少的關係 所以我們就沒有在這邊跟大家做相關的說明 但是呢 我們常常會在早點名的時候幫大家點到當天的盤面的重點的股票 比方說像剛剛德宇說到的像新唐 那但是呢 我今天早上在早點名的時候有講到一個 有點麻煩的事情 還是要跟大家稍微說明一下 來 這是這個一定要看一下 因為到目前為止的話真的還是蠻多蠻多的詐騙 因為我們之前就跟他說過了 我已經把我們的文字版把它轉成是YouTube的直播版 就是每天早上八點半你可以跟我做線上直播互動 結果我們之前被拒哼網 他採訪我的文章就被拿去直接把它Copy 然後把它倒用上去 你看這邊還有我那個陳昆仁分析師 我沒有對他有任何東西 我先說這個陳昆仁分析師是我 但是這個開頭之不是我 那這篇的文章的話是我們之前收到劇通廣專訪的時候 他問我說標股有哪一些DNA基因 那我就跟他說你看像什麼雷虎 東碩國劇短線大長的原因是什麼 你可以去一下劇通廣可以看得到這篇文章 那既然講到這件事情的話就要小心 真的要小心詐騙 那我們的節目或者我們的一些分享的部分的話 只有這個 只有一個唯一一個LINE跟唯一一個Telegram 跟唯一一個YouTube頻道 就是你現在目前正在收看的頻道 那其他的冒名的帳號的話全部都是詐騙 我不會在其他地方報你標股 我不會在其他地方帶你去做買機賣出的動作 因為這是我們的會員權益 因為我要遵守法規 那相關的一些最好的最好的 最先進的最獨家的資訊的話 都在你現在目前看到的地方 就是YouTube頻道 還有那個LINE跟Telegram 這邊絕對有獨家的分享 那這個在節目剛才的時候 先跟大家做相關的說明的地方 那但是呢 我現在想到一個雷虎的部分的話 我特別跟大家 就是一樣要岔開一個話題好了 就是我覺得今天 今天的行情 你就看到說 怎麼今天行情就真的如我們所說的 就是在那邊整理 結果呢 今天突然有一個族群 竄起來了 那這個族群的話 就是剛剛我說到雷虎突然想到他 所以這個表格的話 我晚一點會放在我的LINE跟Telegram 分享給大家 有放大一點點來 這是什麼 這叫做是 軍工概念股 那我想今天應該蠻多的節目會跟你說 那我這邊直接給你一張大報表 這你不用 你要把它貼回去也可以 不過完整版本 我會把它貼在我的LINE跟Telegram 這裡面有什麼 你看這有雷虎 這有無人機 然後你看到什麼 合成 他不是只有坐馬桶的 他是雲爆裝甲車用抗彈陶瓷防彈衣防彈盾 真的很厲害 那我不知道他的那個 目前的訂單跟出貨狀況不知道是什麼 但是他今天已經漲停版了 然後寶一822他今天也漲停版了 他是做什麼 他是做飛機引擎燃燒桶 然後金剛的話是國防航太跟相關能源運動 今天也是漲停 今天也是漲停 然後你就看到有一些中鋼 中鋼真的他是有軍工 可是他的軍工的比重真的非常非常小 可是他也被列進去 所以你看這份報表的話 你會在我的LINE跟Telegram分享給大家 所以你看到今天的股票 這個是8033的雷虎 當然今天壓回了 因為他最近的幾天就漲太多了 所以就被警示 他就這樣飆上去之後 那時候就專訪我 我專訪我之後的話 你就看到這個行情就突然就蹭起來了 然後我們剛剛前面說到1584的金剛 今天漲停版 那822的寶一的話 今天也漲停版 然後今天的馬桶的合成 他今天也漲停版 那真的就是我們就跟大家說過 就是現在這個行情的話 真的叫做是做夢的股票 會有種群魔亂舞的這種過程 那我不要說他們是群魔 但是真的有很多很多的一些 你意想不到的股票 就會開始起飆的這樣的動作 你看這邊我這邊往下看 我一度還懷疑這到底是真的還是假的 你就去Google一下 8383的千副 他不是水資源嗎 他竟然還有愛國者飛彈的零組件 很強 超強的 我真的 這真的算大開我眼界 所以這個檔案 這個概念股 我說是概念股的話 就是分享給大家 在我的Line跟Telegram的頻道上面去 那你可以在我們的節目裡面 看到一些跟其他人不一樣的東西 其他人在跟你稱讚得度 但是我會比較偏向於數據面說話 然後會比較跟你說 現在目前的行情的一些 比較務實一點的看法 當然做夢股票我們也在做 那因為我們真的有掌握到一些 之後會發生的題材的部分 來繼續講下去囉 我們來看一下今天的大盤 那今天的大盤 其實剛剛德宇有跟大家講 講到一個重點 就是我們之前跟大家說到了 我要切K線比較清楚一點 你就會知道說我們最近在 在怎麼樣講 現在目前的行情 來 這是之前跟大家說到的 你會看到大盤在13000點 對不起來 大盤在13000點 這個就是站上了13000之後 就敢展開了他的一波的突破的行情 那這裡的話是12682到12629這邊 打了一個月的底部之後 我說他就是突破 然後突破的時候遇到壓力的時候 他就會稍微預壓 那預壓的時候 他預壓難免會是壓 除了上一次這個有點例外 因為這是爸爺爺買了台積電的股票 那一次 那這一次的話 來到了半年線附近 那我就沒有幫大家畫半年線了 半年線附近的時候 就稍微預壓去做一個整理了 因為其實你會發現說這幾天的行情 這幾天的成交量的話 只剩下1900億左右 那當然有一個原因是因為 其實短線上面真的漲2000點了 那漲了2000點之後的話 終究還是要尊重一下 現在目前市場上面去做 所謂的消化賣壓這樣的過程 那可是你會發現說 其實現階段來說的話 美股好像也跟著一起去做震盪 然後新台幣匯率的話 好像也有一點點像是這種 就是沒有在像之前那樣的強深的過程 TPFI 來那個新台幣匯率 看起來也沒有像之前那樣的強深的過程了 好像所有的東西通通都把它包在一起 也就是說突然發現這件事情 然後這件事情 這件事情連貫之後 就展開了這一波的行情的整理的過程 那現階段的整理的過程 當然還跟禮拜四 就是趕節只有休息一天 禮拜五半天的那個美股交易 然後外資都在休假的過程中的話 那成交量就自然有一點萎縮的 這樣一個情況 可是你會發現說 其實今天的大盤 為什麼可以在盤中 就在11點過後 去做一個轉強的這樣子 上工的這個過程的話 當然不意外 因為它又動了2330的台積電 你看這邊有沒有一模一樣的狀況 今天只要動了台積電 然後它就往上拉 那台積電我也講過了 你這個時間點你去拉台積電 我認為是必要的 沒有所謂的出貨的問題 因為今天才漲現在 才從底部剛才漲上來而已 這邊出貨沒有意義 因為還沒有賺夠 主力還沒有賺夠 他們現在這個時間點 才正在拉所謂的輪動的行情 那一支才開始所謂的作末行行而已 所以現階段拉台積電 拉聯發科 聯發科今天是比較委屈一點 可是你會看 你看5274的信滑 也有那種拉起來的動作 就是拉一下全職股 好明顯喔 是啊 90度 拉一下全職股 然後拉一下千金股 然後把他們的評價拉上去之後 然後小股票跟上去之後 他們才會做出貨的動作 我這樣講應該比較聽得懂一點點 那當然今天的話就是因為 成交量比較屬於萎縮的關係 所以接下來的方向的話 還是會變成是一個比較屬於量縮 然後但是你會看到類股輪動 然後輪動 然後輪動的這樣子一個行情 因為畢竟現在的一個 就是短線上面漲多的賣壓 依然還是做一個消化這樣的動作 所以指數在震盪過程中的話 我相信有一些個股會去做一個表態 去做演出 去做一個輪動這樣的現象發生 好所以指數在震盪 就如同大人哥所說的一樣 很多不同的類股開始輪漲 輪動起來 比如說今天盤面上頭 最夯的是誰呢 國防軍工概念股 但到底誰是國防軍工概念股呢 加入大人哥的Light 8 大人哥幫你準備了這份表格 告訴你到底誰是有 國防軍工概念題材的 歡迎大家加入大人哥的Light 8 把這份表格帶回去 跟著大人哥 一起來掌握這樣的一個做夢行情 那麼當然囉 台北股市已經悶了大半年了 悶了有10個月之久了 想要搬回局面 親愛的朋友 你需要的是策略跟方法 歡迎你馬上加入大人哥的Light 8 或者是直接拨打我們的專線了 零八零零六六八零八五 零八零零六六八零八五 那麼跟著大人哥一起把這個做帳 還有做夢行情Double賺起來 我們先做持股減減 再來太弱換強 撿起目前盤面上頭 好多超便宜的這些鑽石股 務必把前面這個悶了 10個月的悶氣呢 一吐為快 而且在今年最後的這個第四季 我們跟著大人哥 一起來反敗為勝了 好 觀察今天的盤面上頭 我們可以看到資金輪動的節奏 真的很快 那麼大人哥早點名 今天點誰呢 點心糖 果然股市是逆價上攻的 那麼另外還有我們的老朋友 沈准 之前大人哥說 沒關係你等他 他是拉回首穩 今天開始往上了 IP系制裁如大人哥所說的 真的拉回整理了 好多好朋友都在問 大人哥 下一波進場的買點 怎麼抓呢 趕快把時間交給你囉 好 我先說明一下 因為畢竟最近還蠻多人在關注台積電 跟他的受惠股的股票們 那我之前就跟大家說過了 其實台積電很簡單的操作方式 就是他的基本面無庸置疑 完全沒有問題 那問題最大的地方 還是在於所謂的籌碼面的部分 所以籌碼面你可以關注一下說 那個所謂的 基保股權分散表 因為巴菲特13F 他是每一季才去公告一次 可是 所謂的基保股權分散表的話 他卻是每週 每週六的時候就幫大家去做公告 所以 官方的資料已經 就是已經 完全揭露在那邊了 散戶越不買 然後台積電就越會漲 這是我的看法 但是呢 就所謂的台積電的受惠股的 輪動的過程來說的話 你可能要掌握一下 就是資金跟從人的方向 就像我們最近常常跟大家說到的說 有啊 創意很好啊 很棒啊 那之前為什麼能夠創高的 這樣的一個動作 來2 3 4 3 來這個 為什麼創意能夠創高的原因 就是因為 我們就說了 我已經把我那個 2023年的法然預估表 已經給我們的 就是法然很有門了 那結果他就說 IP7資產明年繼續成長 因為他們沒有庫存 他們沒有調庫存的問題 然後跟著 台積電一起往前衝 往上去做成長 所以他就能夠突破 今年度的這個壓力區 反壓區 因為開始看明年 你會發現這個時間點 就是在我所說到的 11月中旬的時候 所有的上市櫃的財報 都公佈完畢之後 沒有人在看今年的獲利 大家就改看明年的獲利了 所以 這種股票的話 就會在這個時間點 去做一個發動 往上攻擊這樣的動作 但是 因為當他在短線上面大漲 畢竟真的漲了一大段 我們之前跟大家說過430到600多的這一段的話 就是你要一張就可以賺個20萬 一張的話可以賺20萬 然後到了那個730塊 740塊的時候 一張可以賺30萬 已經是快70% 那個80%這樣波段的獲利了 所以現在來說的話 真的有蠻多的一些人 他們就在這邊 好像有點像多空交戰 或者是說好像有一些人想要試在這邊做一個進場 但也有一些人去做一個獲利下車的動作 這是誰 我早上跟大家說過了 這邊看起來好像賣一點點 可是 這是連續兩天賣超的投信 那現階段來說的話 我覺得到目前為止 投信持股比重超過11%多 也是我們之前跟大家說過 有一個臨界點的概念 就是 當全部的人都有了 當大家都已經多空分歧的角度來說的話 這邊恐怕要去做一個 稍微去做一個修正 或者就一個所謂的整理的過程 所以他今天下跌了2.31% 可是我相信他當他在拉回的過程中 我們之前就跟大家說過了 我覺得拉回看月線或拉回看季線 是你可以去做關注的地方 那如果你有兩筆資金的話 一筆買月線一筆買季線 那真的如果萬一有超跌的話 那反而說更低的買點可以去做進場這樣的動作 所以這是現在目前創意 因為他是指標股 因為他這一波最強 所以我看的就是看最強的股票的走勢 因為最強的股票在拉回的過程中的話 其他的族群就會跌的比較重一點點 就像我跟大家說到了 千金止步的勢心 看起來就不太想再去做挑戰千金的動作 這是現在目前市場上面的把人共識的地方 那勝貨是像6533金星科 今天跌的蠻重 跌4%多快5% 所以一個族群的輪動的方向的話 你可以找那支最強的股票 因為最強的股票的話 他會領漲 然後但是呢 當他在轉跌的時候 那個整個族群會轉弱的這樣一個過程 所以這個觀念也跟大家說過了 那 早上的時候也跟大家說到 是那個在 儀特的部分 因為看到儀特其實這幾天的投信 也有比較屬於轉賣的過程 你會發現 從我們之前跟大家說過 11月的時候 他就已經開始在去做一個賣出的動作了 然後呢 賣的過程之中的話 當然還會創高啦 當然還會創高啦 可是呢 創高的過程之中的話 他就變得卡卡的 有沒有覺得這種感覺 因為這種觀念的話就是說 因為反正全部的市場上面的人都在看所謂的投信的操作 所以 既然投信的操作 他既然這麼樣的有這樣的影響力的話 那你要嘛 你就跟著他做 因為跟著他做 你要手腳快 或者是說你要有那種所謂的 有一些助漲助跌的效果的部分 那你要嘛的話就不要跟他做 你要不要跟他做的時候 你自然可以找到一些 就是比較屬於那種 就是默默請漲的股票 就像我們之前跟大家分享的一些 我就先蓋牌好了 來 那繼續講下去的話就是說 你看像 畢竟還是投信還是有影響力 你看 像剛剛德宇有幫我們提醒到 就是你看像那個 之前跟大家說到了 因為真的 網通的族群他是對的 可是呢 因為他真的對 可是問題是就是資金那時候不關愛他 所以 之前就有問我說 神准中壘為什麼那麼樣的層級 可是 你看資金回來的時候 那你就發現說 怎麼那個我們的好朋友神准 今天也又在創下來 創下來波段的新高 那如果你印象還深刻的話 我們之前在大人哥玩鼓 那節目裡面是在120塊的時候 那時候叫做是大家都沒有的 神准 對120塊的地方 幫大家去做分享 然後呢 當全市場在趁熱度的時候 我說我不要了 那我們就是個觀念的話 跟大家分享過 拉回的時候的話 我就說你還可以再去做一個 留意的動作 因為這個120塊我相信應該是比較難再回來 因為這個是在今年 就是全市場都不知道 網通已經是缺料緩解的過程之中 他起漲上去的 現在叫做是 大家都知道 明年一樣好 明年還會更好 所以他就不會再有那個120塊的低點 讓你去做進場 可是呢 一樣的觀念嘛 就是當他拉回手穩的時候啊 就自然會有一些 低階的買盤的進場資金就回來了啊 這就是投信的動作有沒有 連買耶 連續買三天啊 所以這種這種觀念的話 其實就跟大家做一個提醒的地方 所以多投可用之兵很多很多 真的目前為止的話 不要懷疑現在目前的行情 因為現在目前的行情 頂多他只是遇到 哎我還是把那半年線 把它切出來給你看一下好了 因為 反正現在目前的行情的話 其實很簡單啊 預壓就是壓 這是難免的過程 就只不要設定 然後把那個半年線 好半年線 120MA把它切出來給你看一下 你就知道啊 有啊 他就是真的在這邊啊 有沒有發現 一天站上去 然後跌回來 站上去跌回來 1 2 3 4 上上下下的 這就是一個必然的過程 那 遇到壓力 去做一個整理 去做一個拉回再上 是現在目前我們的一個看法 那我剛剛說到 多投可用之兵 非常非常之多的原因 就是因為像你看我們早上 特別跟大家提醒 昨天跟今天都有講 我說這禮拜 你可以關注一個族群 是在金融股的部分 因為金融股這個禮拜 他開了三場的 很大咖的法說會 其中之一的話 是昨天開完 國泰金的法說會 國泰金他就 他就真的很 就是他就虧損吧 未實現虧損2400多億吧 那明年能不能發出鼓勵 他就只能說 我們盡量幫大家去做爭取 因為他怎麼爭取 因為他就要去跟主管機關爭取說 他們要用資本攻擊去做 那個配息的這樣的動作 所以 到目前為止的話 你會發現說 其實好像最壞的狀況 好像還沒結束 或者說已經到尾聲了 或者說好像一樣用做 所謂的利空測試 可是 他的股價已經不跌了 有沒有發現 從36塊半左右 一直漲到現在目前已經40塊左右了 那有沒有虧損 有啊 他還是未實現的虧損 2400多億啊 那有沒有用利空測試 有啊 你看一下2882的國泰金 有沒有今天一開盤 就給你一個開低 有耶 所以我就說今天的 這幾天的 所謂的金融股的法縮會的話 我不會看利空 我在看的一件事情是 利空 對 股價的一個反應 因為 利空如果再跌 他就要跌 因為這就表示說利空還沒反應完 可是利空如果來了 他不跌的話 那不好意思 今天這個低跌 我相信又有一些人 又是砍在阿呆股的地方 所以這個觀念的話 我就跟大家說過 像今天的金融股也很強啊 國泰金也強 然後富邦金也強 然後呢那個開發金 這個禮拜要開發出會 全部一起強 啊 這就跟大家說到 就是說 你看那個大盤的部分 動了一下電子權值股 電子權值股 如果這樣 當台積電稍微休息了 他今天還是動啊 來 那你就算是台積電休息了 你會發現說 那個金融股也接棒接起來了 或者是說 好像大型股 動完了之後的話 中小型的個股也接起來了 那今天在動大型 中小型又休息一下 所以現在的狀況的話 其實就是我一個 跟大家說到的 那反正多頭股東之冰 只是短線上面漲多拉回 然後呢 再用接下來的 所謂的做帳跟做夢行情 讓一些好的股票 讓一些那種 有內資主導的做夢跟做帳的股票 去做一個輪動輪動輪動的 這樣一個過程 這就是你現在目前的行情 你要好好去做把握的地方 那我們節目裡面 會用數據面 會用 產業啦 會用一些個股 跟大家做相關的一個提醒 可是如果真的是 所謂的 買賣點操作的部分的話 我就真的很抱歉 因為畢竟真的有法規 那我也說過了 我們的下一檔的做夢股是6XXX 那目前 如果看我標題的話 我會寫得很清楚了 我們現在今天的標題就是說 半年限股還是預壓整理 那趁拉回的時候 我們就要做新的做夢股 因為6XXX的話 是我們現在正準備要去做進場的 新一檔的全新的個股的部分 所以如果需要我們協助的話 當然也是一樣 就是吃苦見整 太多換牆 然後逢低萬象減鑽石 所以可以好好跟上 這一波的所謂的做夢的行情 以上分享給大家了 來來來 我們先把大人哥的Light 8 給加起來囉 因為今天加Light 8 超大的好康 今天排面上頭最夯的 國防軍工概念股 到底有誰呢 只有漲停的那幾支嗎 趕快加入大人哥的Light 8 就可以把大人哥 幫你貼心匯整的這份 國防軍工概念股給帶回家 當然也歡迎大家利用這個Light 私訊大人哥 或者是透過我們0800668085的針線電話 跟著大人哥一起來卡位布局 我們最新一檔的做夢行情股 6XXX 我跟你說 大人哥現在正在慢慢的吃貨低檔卡位 因為我們絕不追高 加入我們的團隊 買點到馬上帶你進場 行情是對的 但是你要跟對人 才能夠賺到錢喔 歡迎你跟著大人哥一起把 做帳還有做夢行情Double賺起來 謝謝你今天的收看 也再一次謝謝我們面面俱到的大人哥 摩爾頭顧陳坤仁分析師 謝謝大人哥 謝謝 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按讚訂閱分享開啟小鈴鐺 我們就可以第一時間收到影片的上片通知 要獲得最早最專業的韓式提醒 和更多的精選個股分享 請加入我的LINE和Telegram官方帳號 ID是小老鼠DAR888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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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